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把所有我曾经上传罗汉果的资料 一齐放在这个视频 每一个独立的网址都会在现时简介 因为罗汉果我曾经介绍过差不多十几个视频 有很多人想找资料就难找 所以我最近把我曾经介绍过的食材有几个视频 我多数会组在一起 把这些资料放在播放清单保健常用中药那里 现在绝一跟大家讲一下我曾经介绍过的罗汉果视频 第一个是差不多十一年前 就是罗汉果茶能够排毒至多种疾病 是一位患了绝症的朋友 用过之后广泛流传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最近再跟大家重温的 罗汉果的疗效多 哪个人适而服用呢 第三个就是罗汉果越饮越多痰 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跟大家重温 如果你有痰的 或者干咳咳不出痰的 是只用果壳 如果你用了果肉 你真的会越饮越多痰 第四个就是一个茶 罗汉果甘草茶 是朋友提供 他把五个罗汉果加两片甘草 将它打成粉状之后 用来烤水喝 大约可以烤到五天 这个效果 他说他自己的濕疹 香港脚 夜尿口气都可以消失 所以就诚意介绍给大家 第五个 第五个也是一个茶 是网友提供给我 她说她的女婶 喝了这个罗汉果 川贝母茶 皮光肉滑 因为她经常被昆虫咬 同时有时濕疹 那些蛤就不去 她就用罗汉果3个 加川贝母2茶匙 水6公升 这样她们煮了之后 剩下大约5公升 每日用1公升 当为日常的饮品 她长时间这样喝 结果那些蛤都平复了 皮光肉滑 第六个也是一个茶 就是全家合用的 潤喉快速纸咳茶 是我朋友的家传秘方 他教我的 罗汉果半个 大的南杏16粒 北杏20粒 水4碗 煮到剩下碗半 又是分两次 早晚喝 她说一年四季都合喝 一家大小都合用 第七个就是最有效的化痰茶 四次好了 就是用罗汉果壳 陈皮 南杏 煮成的 第八个就是抽醋的化痰 潤烟喉的罗汉果 生地甘草茶 当然要加上生地 还有桑叶吉紧 北杏仁甘草罗汉果 这个就把它打碎了 或者用剪刀剪碎 就是中碎 焗茶饮用 第九个就是汤 就是清润防醋 分素加移的菜干 罗汉果汉 用菜干 红萝卜 罗汉果 毛花果 南北杏 海浴粥 粟米 果皮 可以煮成 如果是吃肉食的朋友 可以加猪腱煮 如果不加 就可以是一个素汤 第十个就是一个 偏方 是罗汉果致 肝炎有效的实例 是每天将一个罗汉果 煮水当水喝 两年之后 肝炎数字完全回复正常 好了 第十一个就是 清液里烟后 止咳护腥带的 罗汉果薄荷茶 今次用罗汉果肉 不用果壳 再加上干的薄荷叶 焗水喝 至最后 那个就是 感冒之后 有痰咳不出 喝两次差不多 就是用罗汉果 杏仁和蜜棗煮成的 这个茶汤 以上这十二个 都是我曾经介绍过的 罗汉果 所有的相关 网址 会在现时简介之下 你喜欢罗汉果的 不妨在这里找多些资料 多谢您收听